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米利将军 他在接受Brunberg电视采访的时候 就是星期三两天前 他在电视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到 最近中国军队在中国 他现在在试验一个叫高超音速的武器 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具体的这个detail的信息 我们大家也没有看到 而且中国政府是坚决否认 说他搞的这个东西不是这个武器 它是一个民用的这么一个 一个环地球飞行的这么一个系统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通过各方面的这个信息了解到 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一个武器 所以而且这个武器 它可以运载火箭 不是运载这个核弹头 带着核弹头 然后绕过 现在美国已经形成的这个就是导弹防御系统的这个网 绕过去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直接攻击美国的本土 这个使得美国感觉到这个国家安全 受到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危险 而且在后来的一个采访当中 不是米勒将军了 不是米利将军 已经是另外一个这个五角大楼的一个官员呢 也是 谈到在被问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呢 现在啊 我们防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防御 这个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 如果他来直接攻击我们 我们不知道怎么防御 当然他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说其实现在俄罗斯和中国也不知道怎么防御 但是呢 现在呢 就从攻击的角度 现在呢 等于美国呢 现在是至于这个直接可以让解放军通过这个 如果是这个武器带了核弹头的话 直接能够打击美国的本土 这个呢 让美国呢 感到非常大的危险 但是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 这个米勒将军呢 和这个 这个五角大楼的这个将军都提到了 共用了共同的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斯普特尼克时刻 这是翻译成中文啊 他的 他的这个英文呢 叫做 Sputnik Sputnik Moment Sputnik Moment 就是叫斯普特尼 斯普特尼克时刻 那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提到了这个 这个时刻 这个名词啊 叫斯普特尼克 那我那时候我就看 哎 说这斯普特尼克是怎么回事 我想呢 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啊 可能也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今天呢 来讨论一下 这个斯普特尼克 是个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啊 我们要退后到多少 退后到 这个1957年 1957年 那就是应该是多少 60多年前啊 60多年前的时候啊 这个1957年的时候 10月4号 这个苏联 当时的Sovay Union 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的前身啊 苏联呢 成功的发射了一个 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这个呢 它是通过什么呢 它那个发射的这个 这个火箭啊 叫斯普特尼克 斯普特尼克一号 这个呢 在10月4号的1957年 成功发射了 在这之前啊 美国呢 也曾经试图过两次 但是呢 都发射呢 都没有成功 也是发射人造卫星 结果呢 使得苏联就成为 全世界第一个 人造的卫星 发到的 这个地球的这个轨道上 地球外的这个轨道 绕着地球轨道 来运行了 结果这件事情啊 出现了 发射成功了以后啊 一下就使了 美国的国内的这些精英 就非常的震惊 非常震惊 因为在这之前啊 从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1957年的时候啊 实际上是 刚刚这个二战 刚刚二战结束 12年 二战结束 刚刚12年的时间 而且呢 冷战 在二战结束以后 因为柏林墙的事件以后 实际上呢 最后呢 东西方阵营 最后开展冷战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十年 在这之前 从二战当中 这个美国呢 和苏联呢 是两大军事 军事极端 两大军事极端 而且呢 在重要的是 在经济发展 和科技领域啊 它两个呢 实际上旗鼓相当 但是美国略占优势 尤其是美国 在日本投下了 两颗原子弹之后 使得美国 在整个军事科学的 这个发展上 一直认为呢 他一直自己就认为 自己呢 是可以 这个独揽全球的 它是 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 军事科技和经济 还有普通的科技的 发展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基地 结果他没想到啊 这个 他呢 两次 发射这个 原子弹 发射这个 这个人造地球卫星呢 都没有成功 而且后来的 很多的具体的信息啊 又披露出来 说呢 在这个 斯普特尼克 这个发射之前啊 其实呢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 它的第三次发射 而且 确实是 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没调整 就直接就上天了 但是晚了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 当时的 这个火箭的推力啊 斯普特尼克的 这个火箭的推力 据说 后来经过测算 它的推力呢 已经达到了 两万磅 两万磅 但是美国那个时候 能够达到多少呢 才有应该 两百万磅 对不起啊 两百万磅 美国的那个时候 才是在15万到16万磅 之间 所以呢 它推动的 能够带走的 那个 推到这个地球轨道上的 这个 这个卫星啊 它的重量是非常有限的 当时我记得 也就有 是几磅 几磅尘 然后呢 这个斯普特尼克呢 带过去的呢 应该是20多磅 但实际上它可以带更大 那那个时候呢 美国科学界啊 就非常的震惊了 已经感觉到 说 这个 自己的这个 原来的这些优势啊 是自己认为的这些优势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苏联呢 已经超过了美国 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说啊 这个斯普特尼克号的 这个成功的发射 令美国啊 如芒在背 如芒在背 他感觉到自己 随时都有可能 会受到呢 来自于 苏联的直接打击 而且那个时候 苏联已经有 这个原子弹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 情报界 和这个科学界呢 就很快的就动起来了 动起来从几个方面 第一个 他们呢 在两天之内 在这个斯普特尼克啊 发射的10月4号之后 在10月6号的时候 他已经宣布 在这个 NATUR这个杂志 自然这个杂志上啊 他呢 就已经 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 一篇报道 当然这个报道 实际上最后 跟公众见面 又在一个月之后 但是他发了一个 两天之内 他就完成了 测算出来 这个斯普特尼号的 在太空运行的轨迹 已经可以捕捉到你了 他通过望远镜的 已经可以捕捉到你了 另外呢 他到第二年的 这个2月份 这时候就是美国政府 他就已经认为了 他需要一个具备研究 和设计能力的 这么一个高级的 一个防卫部门 这个就是后来 就是在 就很快就定了一下来 叫推进这个防御部门 这个就到后来的 叫做DARPA 这个呢 到目前为止 还是国防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局 然后呢 接着就是到了这个 7月份 第二年的7月份 还不到一年 这个美国的总统 埃森豪尔就已经批准 正式批准 要建立国家航天航空群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全世界著名的NASA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之前 美国都没有啊 都没有这些 所以呢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候 已经推出了NASA 而且在NASA之后 最后NASA就提出来很多的 不同的太空发展计划 然后他就推动了载人航天 又在载人航天上跟苏联进行了竞争 但是苏联还是在提前 苏联第一个载人的航天员 就加加林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加加林是全世界全人类第一个 在地球轨道上 登上地球轨道的通过人造卫星 最后再进行轨道上运行的 这样一个宇航员 这个还是苏联的 但是在随后 埃森豪威尔总统 在不断的推进国家的科学基金的预算 然后推动了一个叫做贝极星导弹 弹道导弹的计划 然后又根据NASA提出的建议 然后肯尼迪总统推出来的计划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登上月球 这个当时的口号 然后接着就是NASA就推出了一个阿波罗 阿波罗登月计划 然后美国就成功的把两名航天员送上了月球 这个是在1969年 在通过阿波罗航天计划最后实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讲了这么一长段以后 我们才知道 说斯普特尼克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刻 这个什么时刻 那就是美国 当美国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它的基础是什么 它是完全自由化的 那这个国家呢 它因为在过去的1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里 它通过经济科技工业各方面发展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尤其是在二战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巨无霸的 是世界的最强的两个这个super power 就是超级大国当中 它是其中之一 而且呢 它一直是直纽尔 它超越这个苏维尤年 就是苏联 但是啊 它突然在这个斯普特尼克这个时刻 突然意识到 哦 我安全受到了冲击 受到了威胁了 那这个时候苏联已经再超越我们 再超越我们 而且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我们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要醒过来 要开始奋起直追 要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想办法去进入这个竞争 而且呢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取得胜利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冷战 的转折点 所以从那以后 美国从科学技术 全球战略部署 到各方面的这个高科技投资 不完全在精工领域 在计算精力 计算机领域啊 在生物科技领域啊 美国呢 都有了它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发展 一直到1991年 就在这个时候呢 国立墙倒塌了 然后呢 苏联呢 彻底的解体 所以最后呢 冷战是以苏联的这个彻底的解体 作为一个结论 而作为一个终结点 所以呢 应该说 这个斯普特尼克 这个时刻 应该是美国觉醒的时刻 那这个时候 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 米利将军呢 他专门提 说他已经感觉到这个斯普特尼克的这个时刻 已经越来越迫近了 所以我想啊 这件事情应该说 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人 尤其是中国人 这个华人 应该有一个感觉 应该说 现在哈 这个 这个 美国呢 已经感觉到了 越来越强烈的 来自于中国的 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从各个方面的这个威胁 从 无论是从这个 这个外贸 从这个经济 从这个商贸 然后呢 一直到科学 然后呢 到这个军事 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已经感觉到 这个威胁呢 已经迫在那些 所以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哈 目前 这个全美国呢 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一坐下来讨论政治的时候 几乎就是两点 第一点 就是美国现在的 国内的这个分离的这个状态 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或者叫做 这个conservative和liberal 他们之间的这个 这个保守主义和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激进主义 这个自由主义 他们之间的这个这个冲突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 而且谈论中国谈论的更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对中国 从原来的认识到的 说中国是个什么 中国是个熊猫 所以呢 一直谈起中国 大家呢 都是非常友善 现在你如果在美国这个地方 甚至到欧洲那个地方去 你讨论起中国 大家已经不再讲 说它是个熊猫 如果还讲它是个熊猫的话 熊猫已经露出了爪子 这个爪子是可以直接攻击你的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美国呢 已经开始意识到 斯普特尼克时刻已经来临 而且呢 我在这个前天啊 在华盛顿呢 参加一个智库的一个 一个这个 学术 一个论坛上 我就听到 这个来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 讨论了几个问题啊 从这个经济 外交 人权 这个金融 还有这个全球治理 各方面的这个问题上 讨论来 讨论去 最后都在问同样 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觉醒的这么晚 为什么美国觉醒这么晚 那 如果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挂上桌 那就是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什么时候来的 而且 为什么在过去的 从中国进入WTO以后 这么长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头 美国为什么都没有决心 整个社会都没有决心 最后等到现在了 中国已经长到今天这个样子 已经可以直接挑战 挑战你 甚至威胁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觉醒了 所以大家那些专家们啊 都在提这个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想啊 从我个人的这个 这个经历来说呢 我的感觉 这个斯普特尼克 这个时刻啊 应该说 确实已经到了 那后续会是什么呢 后续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呢 拭目以待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呢 第三个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是不是